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构图是一幅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探讨中国画的构图问题 构图又叫经营位置 章法 其实就是画家思考构思的过程 就是画家对所描述的物像的组织和安排 是画家进行绘画创作的关键步骤 构图直接决定了这幅画的成败 你的笔墨水平再高 构图不合理 也不会成为一幅好的作品 中国画在其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建立了许多符合资深审美要求的构图法则 包括主兵对称 均衡对比 虚实 疏命 呼应 开合 节奏和韵律 变化和统一等等 另外还有题字和概章 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中国画的构图法则 布式与曲式在构图的柱的因素中 构成画面样式的主旨就是式 式是一股隐含的力量 是画面各种因素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一幅作品中要尽量地让式所形成的线路长一些 有曲折或迂回或环绕或勾折 让人以跌宕起伏 一部幻景的趣味性心理感受 使画面意味深长 并且符合形式美的法则 布式是错落安排物像 而曲式则是使画面所有物像显性或隐性串联起来 给人一种流畅跌宕气脉生动的动感 式是画面构成的灵魂所在 是把艺术家的主观意识通过具体的物像表达 最终落寞于纸的重要依据 如果画面没有事 那么整个画面的用笔 无论多么精良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画面就会贪软无力 更无气韵可谈 主兵 画面所要表达的主体内容 需要有主兵 画面的构成也要有主兵 所以在构图时 不能把所有要描绘的形象平等的对待 更不能喧宾夺主 需要营造一个构图中心 从而达到最充分的表现主体的效果 否则一幅画就会平淡 散乱 主题不分明 虚实 在构图中 做到虚实有致 是使画面灵动的 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之一 虚实之间可以相互相补 太虚则画面会感觉太空 稀软无力 轻飘而无归一 必须以实来补制定神 太实 则会要造成画面凝重 堵塞 难以喘息 就要以虚调解缓冲 处理得当 可以表现出 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的艺术情趣 何为虚实呢 淡者为虚 浓者为实 输者为虚 密者为实 动者为虚 静者为实 轻则为虚 重者为实 次者为虚 逐者为实 白者为虚 黑者为实 原者为虚 近则为实 这就是虚实的基本规律 疏密 疏密是构图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指画面凝聚与疏矿的对立结合 密就是凝聚 是画面物像和线条的集中之处 书则反之 一幅画的构图 所画各种物像 及线条的安排 应该有书有密 有书有密 才能打破平 齐 均 等造成画面刻板 呆滞的不利因素 从而产生有节奏 有弹性的艺术效果 书能跑马 密不透风 清人邓诗如 非常形象地描绘了画中的书与密的关系 书的不当 会使画面凌乱 松弛 没有精神 密的不当 会使画面板结 沉闷 致重无光 书有来于密的安排 密有来于书的衬托 取舍 在确定了主题 规定了选材范围之后 画什么 不画什么 经济采用哪些具体的形象 组织画面 以达到既简洁明快 又能够充分体现 主题的目的 是构图中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取舍得当 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形象素材过多 会使画面繁杂 画石天足 削弱了主题 如果过少 则又不足以说明主题 东方艺术中 对取舍的处理 是非常大胆 和具有典型个性的 取舍是相对的 取多少 舍多少 取什么 舍什么 要根据绘画风格 和画家的个性追求 来具体分析 开合 所谓开合 开即是放 是起始 或者生发的意思 一般是指把景物铺开 合即是收 是弃 或者是结尾的意思 为了防止景物 开得乱 而散 就要把过散的点 锯起来 然后突出主体 使其集中 这就是合 开是展开 合是归结 王英元认为 开是创造矛盾 合是统一矛盾 矛盾创造的尖锐 而又统一的好 画就越有气势 艺术感染力就越强 一张画画得好不好 重要一点 就是起和结 这两个问题处理的好不好 花鸟画如此 山水画也是如此 空白 在画面上流出空白 是中国画构图 非常重要的形式美之一 中国画的观察方法 素有一貌取神的特点 不追求客观事物 自然属性的完整 而致力于主观精神的传达 因此 往往只是将物体 最本质的特征 最能够表达主题思想的 形体做精心的取舍安排 而将可有可无的 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内容 完全删除 这样就产生了空白 但是 空白在这里并不是没有的意思 而是从形体 线条 色彩一样 构成画面特殊的 有机组成部分 它不仅衬托了画面的主体 同时 也加深了画面的意境 形成了可视形象的 蜿蜒联想 把不进入人意的部分 代之以 可以和主体相联系的 自由 但却虚拟的 联想空间 所以 它既是无形的 也是有形的 是一种 藏镜的手法 正所谓 比不到 而易到 易不到 而神到 对比 对比 对比就是利用各种矛盾 达到相互衬托 突出主体的目的 利用对比的地方很多 如 形象 色彩 线条 位置 空间等等 画面上几乎所有构成因素 都和对比有关 都要注意它们的大小 长短 远近 高低 刚柔 动静 明暗 曲直的变化 对比使用得当 能产生一种力量和活力 给心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而它是构图中 不可缺少的要素 下面我们看一看 对比 在构图中的具体表现 疏密对比 虚实对比 聚散对比 大小对比 高低 高低对比 色彩对比 动静对比 曲直对比 形象对比 均衡 均衡是画面构成中 非常重要的手段 也称为平衡 在造型艺术中 它是比对称 更具有审美性 也更活泼的一种表达形式 构图是艺术作品中 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构图的作用 是安排物像的大小位置 以达到内容突出 主题鲜明 画面集中 有节奏感 均衡 是在画面过程中 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 它就像 秤的秤砣一样 小而重的金属秤砣 可以同大而轻的 相同重量的物体 相平衡 构图的均衡 是保证画面平衡 稳定的关键 均衡并不是平均布置 也不是对等的对秤 均衡要注意画面的疏密 大小 空间 距离的变化 画面中 求的均衡的方法很多 如 利用物像的属性 利用色彩的比重 利用力的走势 利用运动和视觉的方向 利用物体的大小 反解 色彩 画面的色彩构成 对构图的影响是非常含蓄 容易被人忽略的 但又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总以为 形状 形象 形式 及情节配置 等因素 才是构图中 所要考虑的重点 然而 在人的视觉感受中 色彩的物理刺激 和内心感应 在绘画中 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实际上 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色彩对吸引 激发 和影响观众的情感 增强作品的表现效果 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 色彩的使用 用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色彩的和谐 色彩的对比 色彩的分布 主色与负色的关系 墨色的运用 背景 背景是指画面 所描写的主体之外 用来衬托主体的那部分空间 或景物 构图中 一方面背景 无论是在表现主体思想方面 还是形式美的方面 都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具有 补充说明主题的内容 规定事物发生的环境 丰富画面的内涵 强化主题思想的作用 也是组成画面构架结构 形成画面走势 走向 旋律的一个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 绘画的主体 总是在最醒目的地方 醒目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画面的中心 但它应该是凝聚视线的集合点 比如形式线的交叉点 立的集合处 各种对比因素的集合点上等等 背景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相背景 一类是无相背景 所谓有相背景 是指主体以外的画面空间 是由具体的物相组成 作为背景的物相 可以是人 可以是动植物 也可以是风景 它们在画面中 与主体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无相背景 与有相背景正好相反 主体形象之外的画面空间 没有具体的形象 或用颜色平图 或全白 全黑 或用笔触 及其他抽象效果 作为衬托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讲 中国话常用的构图方法 和题字盖章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 留言 转发 点赞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